大家好,我是老王,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奥特曼格的情话 今天咱们要对战的这两个怪兽是吧 咱们用迪迦奥特曼对战两个怪兽,这个有点难度啊,你看这一个怪兽 好,有请我们迪迦奥特曼闪亮灯槽 他又是爽了,但是要我们一打二的话,难度还是特别大的 咱们先逐个击破啊,先打一个 就这一个,就是会给人家磕头的这一个端子 就打他,先把它消灭掉了,咱们再消灭那个 咱们看我们设计所谓,让那个家伙打不到的 可以啊 好,咱们逼他去走一个 我把这一个打通知给消灭掉了 不知道咱们这一个战术的话,有没有用 各个进步 你要是两个,我打他一下打他一下的话,这个不行 咱们只能 认识了一个 漂亮 这一个 鞭腿的话 打得太漂亮了 好,这一个打通知让我们解决掉了 就称这一个了 这一个长须怪 他的手指甲特别的长 当鞭子使用了 是吧,绳边大侠里 一个恐龙,你不好好用自己的肉体力量 拿着鞭子在这甩来甩去 你像啥是不是 真把自己当成绳边大侠了 但是这个家伙好像比刚刚那个虫子要难对付的多 你看咱们打到现在 他打了半天 他这个血量消耗的特别的少 基本上 没消耗什么血 所以说咱们还得加把这样的 然后 等到能量充满的时候 咱们 拿个披萨机 漂亮 动感光波 走一个 哎呀 他血量怎么这么厚 好 好 蛇皮走位 是吧 哎呀 哎呀 再走一个 这个毕杀机的话还是毕杀机打啥厉害 咱们要全球跟他打的话 又打得到就 打不一定打得死他 嗯 嗯 嗯 不计再有一个到两个毕杀机就可以把它丢去掉了 差不多就行了 你别死瓶打我 你要想弄摆尾 他的毕杀机也上来了 是吧 漂亮咱们这一个过去应该差不多了吧 嗯 打好了 好了 学伙伴们咱们这一期